我怕到时候投降的第一个是你 第二个是蔡英文 我求您要不要跟障 你院长 还可以这样出言羞辱立法委员吗 还走出来要用打架的吗 各位好 这里是眼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 我是主播是网膜 首先带您回顾中华民国110年国庆大典 本月10号 总统向蔡英文在双十国庆的演说主题当中 继承蒋公的一致与精神 提出汉贼不两立的概念 强调正统中国与假中国互不隶属 我们必须彼此约定 永远要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没错 是非一天到晚想染指台湾自由地区 中华民国也极力想要将对岸的非法政权消灭 双方本来就不可能会互相服从 不过前总统马英九 倒是对相参英文总统的这番言论很有意见 觉得是两国论重提 您对优秀未来两岸的局势可能更恶化 这看法很正确 蔡总统的讲话其实是违宪的 从此也不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 会造成两岸的冲突 这番言论当然违宪 关键就在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用词不当 毕竟由共产党所建立的匪备非法政权 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一群窃据我大陆地区的乱臣贼子 因此湘蔡英文总统不应随意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词汇 但是马前总统并没有因此收手 他继续要求湘蔡英文立刻下台 总统蔡英文女士最近在投稿美国的外交事务双月刊 Foreign Affairs 署名了他署名的是台湾总统 President of Taiwan 中华民国Republica China不见了 请问蔡总统您是哪一国的总统 您为什么这么讨厌中华民国呢 如果真是如此 你还要勉强自己干嘛 为什么不辞职下台呢 是的 不提中华民国的人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总统 马前总统之所以会对此表达强烈不满 是因为自己也曾经拥有丰富的经验 而且马前总统当年竞选连任之后 还把竞选办公室取名为台湾加油站 马前总统对于自己太少提到中华民国相当后悔 整天以泪洗面 才会导致他要动眼袋手术 此外边缘轮上一次角逐总统师 也把竞选口号定为 One Taiwan 而不是One China 难怪最后会吞下败仗 不过如今的边缘轮已经痛改前非 现在的他将中华民国的存在感摆第一 我看到整个大会制作的口罩 没有任何国家的象征 没有任何的中华民国国庆或者是国企的象征 我觉得这是蛮让我意外跟失望的 对啊仔细回想看看根本只有直升机挂着大国旗 还有乐一队表演举着国旗以及奥运英雄游行的时候两边加上喷射机的蓝白红彩烟而已 这样的国庆典礼真的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国旗的意象 大家对于中华民国的爱就应该像边缘人的口罩挂在嘴上 才能够感受得到 而对于我国国庆意象感兴趣的还有印度 由于赤匪驻印度联络处在去年双十国庆时 曾经警告印度媒体要遵守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 引起印度国内的不满 因此在今年的双十节这一天 印度人民党秘书巴加就准备了一百面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的海报 像这个样子贴满赤匪驻印度联络处的四周 在国旗结界的包围之下 相信在联络处里头的匪官员很快就会被净化成功 归顺我正统中国 看完了一连串的国庆新闻 你是不是也很纳闷 那么到底谁有资格挥国旗唱国歌 敬祝国庆呢 10月13号中午12点 请锁定本台央视斗风向直播 带你聚焦国家认同辩论求真理 另一方面 一起响应庆祝双十国庆的 还有沦陷区运动品牌李宁 李宁最近除了在台湾自由地区拓展门市 也同时在Facebook以及Instagram上头推出 欢庆双十国庆的活动 配上标语国庆来袭狂欢开启 却被小粉红截图上传微博痛骂 而李宁的微博页面更因此被留言灌爆 这些小粉红暴怒留言 双十是你们的国庆好家伙 国货之光 括号民国 十一国庆你嗨不起来 那么今天你嗨什么呢 垃圾李宁一直消费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 背地里做着伤害人民群众的事情 大伙儿痛批李宁是为国货 事情发生之后 粉丝专页李宁台湾也紧急把这个 入华的天文给全部删除 不过根据本台深入了解 一向被称为中国之光的爱国品牌李宁 这次会做出重大表态 主要是因为轮陷区近期限电 李宁担心留在轮陷区发展 中国之光 这耀眼的光芒会刺动灾爆的心 才选择转进台湾 无论如何 这种为了台湾的自由市场 决定和整个轮陷区市场切割 拥抱正统中国 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做法 本台给予高度肯定 呼吁其他轮陷区的品牌也尽速跟进 可惜这样的高调态度 却得罪了心胸狭隘的匪囚习维尼 习维尼在共产党所捏造的辛亥革命110周年活动上放话 表示这类行为不可原谅 哇哦 真是好大的口气 让人好害怕呢 这样子威胁的口吻也让出身台湾自由地区的一人朱孝天 瑟瑟发抖 朱孝天近期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虽然妻子是个大陆灾包 但是一人没有政治立场 这番言论被开灯之后呢 马上就遭到小粉红的出征 为了得到习维尼所谓的好下场 因此朱孝天马上在个人的微博上改口 如果真的要我表态 我是相当希望两岸能够尽快统一 当然我们也希望两岸能够尽快统一 但是朱孝天没说是谁统一谁 身为中华民国国民 朱孝天指的当然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否则朱孝天恐怕就是一个中共同路人了 不过同样也被指控是中共同路人的 还有民进党立委高嘉宇 日前主机长提出 阿米索只要20元的说法之后 高嘉宇马上发文讽刺表示 我最爱吃的面线 从小到大就是没吃过一碗20元的面线 没有想到一个堂堂正正的执政党立委 居然敢质疑执政党的官员 这让同为民进党立委的林一锦也毫不留情的留言呛瞎 你这样子叮我们执政党的主记长是有多爽 我不懂请指教 毕竟身为执政党立委就应该要做好保养 民意代表跟官员应该要好来好去一团和气 才是问证的基本态度 看到高嘉宇这种不受教的态度 另一位民进党立委郑运鹏也难过的发文感叹 看到本党立委蹭新闻吃面线消遣的朱泽民主记长 我觉得很感慨 朱主记长只是没有时间过日常生活 蹭新闻消遣这么尽职的首长 对我来说并不好玩 not funny 没有错 统计物价的主记长不接地气并不是他的错 他是忙到没有时间接地气 没时间了解真实的物价 而且谁说部会首长一定要熟悉自己的业务内容呢 交通部长一定要搭锅搭桩运输吗 科技部长不能够是科技白痴吗 如果学生都要会念书 老师也都要会教书 喜剧演员都要会说笑 那还真的是强人所难呢 新闻最后带你来关心最近非常热门的五倍券 近日有民众进入五倍券的官方网站当中 却发现系统维护公告上居然写着提供更好的服务质量 因此质疑匪区用语入侵官方网站 甚至还有工程师调出了网站的原始码 发现这网站里头的备注居然是简体字 正常的话这个备注 以台湾来说不会用简体字来做备注 通常会是用英文或者是繁体中文来去做备注 它这大部分都是比较大陆用语这样子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对岸灾包人多智慧高写出来的城市码 当然是值得参考 不过面对民众质疑政府出现资安漏洞 经济部赶紧澄清是外包厂商出错 至于行政院长苏仁昌则是给予厂商瓷腹般的温暖叮铃 内容各种方面运作都是很专业的事情 如果有孩夹齿没做好 那就赶快更正把它做到更好 是的 中央政府架设的网站出现简体字 只要赶快更正就好 不过有些错误可就不是单纯改掉这么容易了 去年一来县长妙妙姐发了一张和妈祖同框的照片来庆祝中秋 却被民进党前发言人吴俊燕批评 妈祖手上了令牌 竟然用简体字写了护台湾 另外在民国108年严市建设局进行工程简报时 内容也出现了简体字 让严市民进党集市议员李天生痛批 难道台湾自由地区已经被赤匪给统一了吗 所以说同样是用简体字 但是只有绿营不会有舔贡的疑虑 至于其他阵营麻烦请回去好好地检讨 这就是所谓律法之前 人人平等 要先是绿色的才有平等可言 看了这么多简体字感觉不舒服的话 就让官媒的中华美学替你来洗眼睛 眼球福利社欢庆双十 带我走柚子T恤 以及世界大同挂布等各式商品 等着你带回家趋即避凶 现在就立刻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当中的连结 前往眼球福利社 把他们给买回去 宣扬国为 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更多新闻您还可以订阅央视的YouTube频道 或者追踪央视的IG账号 或是加入本台的YouTube会面 一起来撞打官媒 当然包括央视的Facebook及Twitter账号 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追踪 肉订阅肉追踪的观众朋友 你就会被当众这样子骂 买更小 我怕到时候投降的第一个是你啊 我怕到时候投降的第一个是你 第二个是蔡英文啊 你愿意要买更小了 你院长 再停 什么叫做买更小 请问下院长是什么意思 他可以这样出言羞辱立法委员吗 他可以这样羞辱立法委员吗 被骂完之后还无法请求暂停 我们再会